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一种比恐龙出现的更早拥有4.81年历史的远古蓝雪生物 熬过了5次生物大灭绝 却差点在21世纪走向了灭亡 它们的血液为什么会是蓝色的 不少人怀疑它们极有可能来自外星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活化石 在4亿年前的奥陶纪 原始鱼类才刚刚问世 恐龙还没有称霸世界 后类就已经在海洋里诞生了 它们经历过无数次地球灾难 见证了许多生物大灭绝 直至今日仍然保留着原始而古老的样貌 从外形上看 号称扁平的圆盘状 精英的外壳上露出两个圆溜溜的小眼睛 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像一只大号蝌蚪 丑蒙丑蒙的 但是它们的身体并不柔软 如果将号翻过身来 就能看到它们红黑色的钳子和腿 跟大龙虾大螃蟹非常相像 然而与众多节肢动物不同的是 号的身体里拥有神秘而独特的蓝色血液 这一点和章鱼是一样的 相较于后4亿年的历史来说 章鱼甚至更加古老 起源于5亿年前 而它们体内的蓝色血液 极有可能是那个远古年代 特殊环境下的产物 我们平常见到的动物血液 大多数都是呈红色的 但是章鱼和后的血液 却是蓝色的 这是因为大部分动物的血液 是依靠含铁元素的血红蛋白 运输氧气的 铁元素与氧气的结合 就会呈现出红色 而后运输氧气的蛋白 却是含铜元素的 它与氧气结合 就会呈现出蓝色 其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现象 比如刀具和铁门生锈变红 而游泳池因为添加了硫酸酮消毒 所以呈蓝色 血红蛋白和血蓝蛋白的功能 都是运送氧气 只是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 比血红蛋白低 如果单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 含血蓝蛋白的生物是低等生物 而含血红蛋白的生物进化的更加完全 但是从后在地球上存活的时间来看 它们能够凭借这种独特的身体构造 在无数次灾难中存活下来 就证明了蓝色血液具有一定的优势 事实上 后来科学家也发现了这一点 1956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动物学家 弗雷德里克邦 在研究工作中 发现厚的血液里有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 阿米巴样细胞 这种细胞对细菌非常敏感 一旦身体受伤 这些细胞接触到了细菌 就会马上释放出一种 能够使附近血液迅速凝固的酶 将细菌囚禁起来单独关押 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细菌感染 相对于这样一种天生的免疫功能 人类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检验出致命细菌 即使一些药物被污染了 甚至进入人体后 也没办法知道 这种细菌感染经常会产生热源反应 也就是体温升高 发热 头痛 呕吐等症状 严重着 甚至会导致休克和死亡 所以后血在还没有被医用的时代 临床诊断和治疗用药存在极大的困难 手术死亡率也居高不下 根据后血遇到细胞凝固的特性 科学家们一直认为 这是一种检测细菌内毒素的天然试剂 于是经过进一步的研究 制造出了后试剂 这种试剂使用起来省时省力 很容易检测出细菌内毒素 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世界医疗卫生领域 检测细菌内毒素的标准方法 同时这也代表着 我们在医院抽的每一管血 打的每一针疫苗 都有后试剂的保驾护航 甚至NASA的航天员上太空 也会带着后试剂检测细菌感染 所以在确保药物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 后所发挥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救人无数 然而正是这种不可替代的稀缺性 让后血的价格水涨船高 卖到了每加轮6万美元 约合每升10万人民币 而代价却是数量的急转直下 成为了人类大肆抓捕它们的借口 想要抓后其实并不难 虽然它们在4月之前都会躲到深水区过冬 但是等到6月涨潮以后 就会陆陆续续爬到沙滩上产卵 在美国大西洋海岸上 制药公司每年都能轻易抓捕几万只 每周后 然后运送到工厂里去抽血 这个采血过程非常震撼和残忍 只见一只只每周后被绑好 运送到流水线上 它们的伪针和钳子在机械的力量面前毫无威胁 工作人员将钢针刺入它们的体内 取出总血量30%到50%的血液 然后再将它们运走放回大海 带回血后继续下一轮的抽血 虽然规定抽完血的后要放归大海 但是被抽血的每周后约有30%左右会死在采血和运输的路上 每年有超过5万之后会在陷血中死去 而那些幸运回到大海的后也早已奄奄一息 不仅活力大减行动缓慢 与其他未经采血的同伴相比 交配概率下降产卵量锐减 一些无良企业甚至会抽干后的煤滴血 把后血卖给餐馆 后壳制成甲鞘素或肥料 这些赶尽杀绝的猎捕和利用 让后的数量在过去数十年间呈指数下滑 最终沦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 中华后曾经广泛分布于浙江广东和福建地区 当时餐桌上的中华后是非常常见的 估计在那个年代 出生在海边的人大多都吃过 但其实后并不是什么人间美味 一位曾经吃过中华后的广东朋友还曾经半开玩笑地说 这东西的肉又苦又腥 我一个广东人都觉得难吃 更别说别人了 事实上如果看过泰国路边摊上 卖得厚就能感觉出来了 小贩用刀将烤熟的后壳打开 将壳上的肉仔细刮干净 然后将后壳连同肝脏和肠胃一起丢掉 剩下能吃的部分看上去像被剁碎的臭豆腐 全部加起来也没有多少肉 要是不加调料估计都没人敢吃 后来由于过度补牢 中华后的数量锐减 这依然没有阻止人们追求新鲜口味的欲望 很多餐馆因为后血的药用价值 开始鼓吹后肉能够帮助退烧 甚至还有壮阳的功效 但是后血含酮很高 只能用于检测细菌而不能入药 铜离子进入肝脏后会导致肝炎和肝细胞坏死 怀孕的女性更不能摄入铜离子 否则会影响婴儿的脑部发育 后肉更没有这么强大的功能 反而因为含有飘令和过敏蛋白 容易导致过敏引发肺水肿 甚至导致死亡 2014年6月浙江宁海一对夫妇 就因为错把原尾后当成中华后煮来吃 导致神经性中毒 出现呼吸衰竭 心跳速度骤降等衰竭症状 专家表示中华后和原尾后外形非常相似 但是原尾后体内含有剧毒的河豚毒素 如果中毒后无法及时就医 很可能导致死亡 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你还想吃后吗 好在目前已经研制出了人工合成事迹 等到普及的那天来临 或许后才能迎来真正的自由 俗话说得好 万物相形以生 众生互惠而成 把握当下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人类走向未来的脚步才不会孤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军 我们下期再见